一公块,一汤,一公勺 各取所需,各取适量 给人家菜是好意 没准别人不乐意 共见餐桌文明 从分餐开始 本栏目由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中国红,红西凤特约播出 到河南喝桃香 本栏目由养勺菜桃房酒特约播出 大家好,欢迎收看老家的味道 我是圆全 美食千千万,永远吃不完 咱们中华美食呀 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 又会有哪些美食出现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中国饮食千变万化 除了食材的使用 还得益于中国繁杂多变的烹饪技法 炸,煎,煮,炖,焖 作为最古老的烹饪技法之一 焖不仅使食物的质地酥软 更能增加食物口感的香浓醇厚 而把焖发挥到极致的菜品 当属新乡地区的红焖羊肉 李中 四十九岁 鸿焖羊肉的第二代传承人 在厨师行当里 以摸爬滚打近三十年 咸熟的手艺让李中的红焖羊肉 在当地小有名气 在李中的小店 每天大约有两百多锅红焖羊肉出锅 烹制红焖羊肉 对食材选择非常讲究 李中始终相信 只有灰县山里散羊的山羊 肉质细呢 口感劲道 才是红焖羊肉最好的食材 可爱的很 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食材上 因为你没有好的食材 占好的手艺也做不出来好的东西 这个都是村中的菜汉可以三样 成长肉机上 这个样子我好吃 我光要三样 六十五 从小喜欢文学的李中 最初并不热衷 父亲传下的红焖记忆 直到三年前 父亲的去世 让李中意识到 家族手艺不能失传 李中最终放弃爱好 接管了父亲的红焖羊肉馆 就是把我父亲 他这门手艺 我想把它传成百年老店 一代一代地往下传 剁肉 看似一件简单的体力活 却蕴藏着一个厨师的基本刀法 国外的厨师会根据不同的食材 选择不同的刀具 而在中国厨师的厨房里 一把菜刀就是厨师们 独闯武林的全部武器 羊肉的大小很讲究的 必须要切成 就是五分间方 切好的羊肉 需要用冷水浸泡一夜 羊肉体内的血渍 才能被彻底清除 肉质更加鲜嫩 母亲 见证了父亲制作红焖羊肉 三十多年的岁月 对于红焖羊肉 最正宗的口感 母亲记忆深刻 每隔一段时间 母亲都会品尝一次 儿子的红焖羊肉 用来检验和延续 李家的红焖厨艺 尝尝 尝尝看看啥味道 我就喜欢看妈吃 看妈吃头的羊肉 好吃 今天有一国意义非凡 因为他要迎接的 是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李忠一早就开始了忙 老刘 因为环游世界的美食客 也是李家鸿焖馆 最早的一批客人之一 并因此成为父亲当年的挚友 而距离上一次 老刘来品尝鸿焖羊肉 时间已过去十二年 十二年 你过一条时间来开 我们一样的生活店 你们出来啊 澳洲 澳洲 美洲 摩尔滨南澳呀 开着车体那个地方去 外来的世界 今天 李忠要拿出自己最好的厨艺 来满足这位特殊的食客 决定鸿焖羊肉成败的关键 是对火后的精准把控 在高温的油锅里放入冰糖 通过搅拌 使冰糖转化成焦糖汁 放入清洗后的羊肉 反复翻炒 让羊肉与汤汁相互融合 既能提升羊肉的鲜嫩口感 又是羊肉的色泽鲜亮 配料是成就一道美食的独到秘诀 一袋料包隐藏着食物味道 发生裂变的全部秘密 二十多种配料 与羊肉相互渗透 成就新香红焖羊肉 最正宗的口感 高压锅 再次小火焖温 这是红焖羊肉 最关键的环节 至此 真正的红焖羊肉 才完成了一半 玉菜中最讲究的是 吊汤 红焖羊肉里 吊汤同样重要 姜丝和葱花大火爆炒 再放入密制的酱料 翻炒出香味 此时熬制一夜的鲜汤 开始登场 大火蒙煮 使汤汁和酱料充分融合 逼出汤汁的鲜香 熬制好的汤汁 再过滤掉香料 掉汤便大股高成 红焖羊肉是玉菜的新品 吃法却和玉菜有所不同 它以火锅的形式呈现 却没有四川火锅的辛辣 也没有北京铜锅蒜的甜蛋 而是适合中原人的五味调和 一锅鸿蒜羊肉 两代人的努力与坚守 任凭岁月流转 时代变迁 鸿蒜羊肉为新乡人留下的 不仅是一个无人不小的名字 还有它绵延悠长的味道 以及不惧荤素的包容 有一句话说得好 沙芹草软高羊肥 预防雨酒还相宜 一锅鲜香酥烂的鸿焖羊肉 再配上我们的 养勺彩桃坊天使酒 约上三五好友 想象一下 阳春三月 吃羊肉喝着小酒 简直不要太幸福了 如果说鸿焖羊肉 是咱们新乡的美食名片 那提到郑州 你会想到什么呢 没错 就是我手中之一碗 热腾腾的会面 在郑州 现在好迂面还有那儿啊 回面好吃 无成游游游逢月 无成游游 销售我不觉得上 这一上南月出去了 吃素一烧 时候还挺换一下这个味的 我觉得吧 这应不一定是一种一道饭的事 提到回面我觉得有一种亲切感 要一份回面 大碗的 对 一份凉菜 一座城 一碗面 在这个城市里 你随便拉住问一个人 他都会给你介绍几家 自己喜欢的会面馆 多少游子回到这个城市 一下火车飞机直奔相熟的会面馆 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会面下肚 这才算回到了家 会面的独特在于面和汤 而选用优质小麦粉加鸡蛋和盐 经反复揉醒 使其筋韧 在滚水里浮沉几番也不宜断开 汤 汤是由小山羊肉和腿骨熬成的 加入多种香料熬上一天 既去了羊肉的善气与火气 又充分熬出了羊肉的滋补 一只大碗一碗鲜羊汤 汤中面菜肉相和相会 无论是过往旅客还是当地百姓 都十分重义这碗汤足面宽的暖胃之物 今天马腾云要亲自下厨 做一碗自己并不拿手的会面 准备用不要心性 2,29元 我都购买8块 你要要多少我给你拿几块 要不你给我弄3个吧 好 放一盒做一碗 好嘞 来 哥们 你慢点 这个香菜多元 你可以带回去 零块钱 电荣 油耳朵 有点短短 够够够够够 我在学校的时候也试过做吧 但是我师兄正在说是一般 平常我尝见那点 也有茴面 但是那个味儿确实没有 这个有牛味的 平常我玩的朋友说,整容都好吃啊,然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和面,我说和面挺多,你可以换我单衣穿着。 我觉得这应代表一种我脑海的一个记忆了吧。 经过一番折腾,一晚家常会面终于出锅了。 虽然整体的色泽和外观都还不错,但是对于味道,马腾云自己却实在不敢恭维。 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离开多久, 心心念念的不是大餐,而是那碗热腾腾香喷喷的会面,这样的情节也许只有郑州人才有。 说起郑州会面,人们总会想起和纪。 几十年来,和纪秉承着传统老会面风格,深受本地人的爱戴。 会面上桌时,外带香菜、辣椒油、糖蒜等小碟。 面吃起来香滑金韧,汤鲜而不腻。 随着时代的发展,会面的形式也趋于多样。 消极会面,则是从衣服面中找到了灵感,将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的海参、鱿鱼加入羊肉会面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品牌。 御风园则是主打滋补会面,在熬汤中加入党规、枸杞等多种中药,不仅中和了羊汤的山火,又达到了养生的功效。 在郑州的国勉四厂里,有一家老郑州人特别喜爱的咖喱会面。 在老会面汤里,加上咖喱,但是现如今的四厂会面,已经随着国勉四厂的变迁逐渐消失。 四厂会面,也已经成为了老郑州的一个文化符号。 可能以前吃,后来都不多,然后我实际的感觉特别好吃。 当然就是现在,我感觉可能店也大了,人也多了,坐了,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精致了。 为了能够把这种美味带在身边,马腾云特意请姑姑手把手地教自己,做一碗地地道道的家常会面。 把肉切成片之后,放到弯筋上,把这个肉放好之后,有挑两块的盐上,变小玩意儿。 嗯,这些就可以了,盐这个,头链呢,这样就熟了。 好了,可以吃了。 妈,过来吃饭了。 好,煮好了。 好,煮好了。 有那个味儿,有那个饭店以前的所会员的味儿。 无论身在哪里,对很多人来说,最美的食物是能够抚慰心灵的。 很多人走了千万里路,品尝过千万种美食之后,却发现,最让人魂牵梦绕的,是那一缕家乡的味道。 这位小马同学不仅爱吃,会吃,还是一位食干派,必须要亲手做出这碗烩面,才算是真正拥有了它。 我想,它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顶级吃货。 很多时候我们在外漂泊,会特别想念家乡的味道,但是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呢, 也会觉得每天吃来吃去,总是这几样,就会想换换胃口。 于是呀,就会有人不为路途遥远,只为美食而来。 斑驳的老城墙下,记录着的是几千年的沧桑。 历经了十三个朝代的风霜演变。 洛阳,虽然不复往日的兴盛,在这临街临利的商铺里, 却依然昭示着这座城池昔日无尽的辉煌。 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也自然而然地带上了几分皇城根下的风韵与气度。 在洛阳市的民主街,有这样一家特殊的店面,下午四点才开门一夜。 不大的门脸,乍一看上去多少显得有些冷清。 但在一幕降临之后,这里却将成为整条街上最为面囊的地方。 一大锅红亮的酱肘子,往往一两个小时便销售一空。 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人们生活水平不高, 判身原酱肉是连洛阳人都很难吃到的美食。 如今,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不仅洛阳人能够吃到它, 来洛阳游完之后带走一份酱肉,早已成为游客们必须的一个环节。 尤其在近几年,信息发展迅速,网络传播盛行。 在排队的人群当中,竟有近一半是从外地专程赶来寻觅美味的。 作为洛阳的美食名片,判身原已经销往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判身原的主要产品是酱猪肘。 新鲜的猪肘泡去血水,在烈火的炙烤下,猪皮收缩,脂肪外溢。 颜色微微变黄,既可去腥,又能除蜜。 十余种香料的配比,是祖上传下来的独门秘方。 所用的材料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几种。 真正带来味觉差异的,是几十年练就的手上功夫。 每一趟心里有水,大概一把爪倒了就有水。 备好的香料袋放入大锅, 对酱肉来说至关重要的低变主制就要开始了。 判身原的酱肉讲究三心。 新料,新汤,新鲜肉。 吃的是食物本身的味道。 今天上我一锅清炉,一包新鲜料。 新鲜肉,先下锅煮。 煮了一个多小时,把酱肉烙出来。 特别的炒皮子,把鲜膜,醒物炒出来。 不熟悉酱肉的人,或许刚开始,会将它与卤肉混为一谈。 对卤肉而言,在锅中与香料一同煎熬的几个小时,已经足够。 但对于酱肉来说,蜕变的过程,这才刚刚开始。 这时出锅的肉,还要经过又一次的仔细清理。 减去坏肉与淤血。 整齐地马入另一口大锅。 加入澄清过的肉汤,再次煮备。 鼓起的龙部,阻隔了锅中的蒸汽。 酱汁煮进肉里,肉香融在汤中。 是让酱肉更好吃的秘密武器。 爹边煮了一会儿,跟那酱子,酱原蛋白煮出来。 煮了一会儿,叫酱汁。 臭酱汁,和不是西酱汁。 煮好,起锅。 浇上了酱汁的肉,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酱肉。 煮好的酱肉色泽红亮,形似琵琶。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浓稠的酱汁香气四溢。 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百年手艺。 每天酱我全部倒上,我不脱餐。 一帮子骨开就成年吃了, 一天味道不好,那都吃出来。 限量生产的盼生原酱肉, 本就是洛阳市民眼中的强手货。 最近几年,在一些重要的节假日时, 当地的一些企业团体也会批量采购酱肉。 这是本以零售为主的盼生原酱肉更加紧俏。 田长山的肉一天比一天做得多。 对他而言,这是一件既拓宽的销售渠道, 又增加了收入的好事。 因为洛阳人对肉食的偏爱, 田长山在这阴晕的肉香里度过了半生的时光。 真的是隔着屏幕都闻到了香气。 说到这个洛阳, 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 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不仅风景如画, 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吃的。 比如说, 洛阳水席, 牛肉汤, 不翻汤等等, 真的是数不胜数。 所以有机会, 一定要请大家来洛阳, 吃一吃, 看一看。 那说完了美的, 香的, 咱们来点重口味。 在信阳市罗山县, 有一种当地人极爱的美食。 有猪大肠, 嫩豆腐, 血块, 豆芽, 千张等食材, 在砂锅里微制而成。 当地人盛大肠汤, 配上一碗米饭, 一瓶啤酒, 一日三餐都是首选。 罗山县, 地处河南南部, 这里的人, 早已模糊了自己是北方人的概念, 尤其是饮食习惯上。 罗山大肠汤, 作为当地特色美食, 已经是家喻户晓, 制作的人也越来越多。 凌晨四点, 六十岁的李秀云, 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使用煤火灶, 有利于大肠汤的长时间微制。 微是利用汤料, 使食物入味, 并且去除食物本身异味的一种烹调方法。 嫩豆腐, 千张, 血块, 豆芽, 这些只需短暂加热就可以食用的食材。 淋麦前放入砂锅就可以。 而大肠, 从前一天晚上开始, 就一直处于文化微制的状态。 新鲜的香葱, 可以唤醒大肠汤, 一整夜蓄积的清香。 李秀云家的大肠汤店, 只有农历双日子逢即逝才营业, 而且每天只卖八十万。 罗商大肠汤每一家的口味都不同, 但是都选用这种粘土烧制的砂锅制作。 这种在新世纪时代就开始出现的炊距, 是人类进化到现在, 与祖先最直接的联系之一。 砂锅能保持食物和汤汁长时间的微小沸腾, 有利于食材充分入味, 汤汁更加浓烈。 两个小时的忙碌, 天渐渐变亮, 李秀云迎来第一博客人。 吃早点是中国人, 要买肉的买鱼的, 吃完了再做事, 各式各地区服, 带你来吃管了的, 他就来来。 罗山大肠汤, 相传起源于明朝, 由于地处南北分界线的特殊位置, 这种汤菜一体的美食, 不仅吸收了预备烩菜的敦厚实在, 又增添了香饿菜系的香辣。 当地人无论是上山采茶, 还是下地茶秧, 早上大肠汤配米饭, 外加一瓶啤酒, 能为上午的体力支出提供足够的能量。 李秀云的手艺都是平时自学而成, 丈夫曹永林退休在家, 年纪大了, 便开了这家小饭馆, 取名老曹大肠汤, 如今已经干了八年。 原本是丈夫的主意, 后来却是李秀云在忙里忙外。 李秀云没有时间休息, 李秀云夫妻养育了三个女儿, 一个男孩, 如今只有最小的男孩还没有成家。 为了给儿子减少负担, 李秀云没有时间休息, 早上卖完大肠汤, 下午就开始准备第二天需要的食材。 李秀云使用的食材, 都有固定的买家, 现买现做。 食材的处理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我不怕费力, 过后面谁要做到做好呢, 日常都真不好真不干净, 不可以吃的也不放心。 许多食客喜欢吃大肠, 却往往止步于大肠内所含的大量油脂。 为了解决食客们的担忧, 李秀云先把大肠煮熟切片, 除去腥骚味, 再一片片的去除大肠内地的油脂。 夏季生意好的时候, 每天需要处理50斤大肠, 看似简单的环节, 却要重复上百次。 除去油脂的大肠, 再次经过开水清洗后, 入锅煸炒。 大肠素含油质和蛋白质, 被热力催生化学反应, 产生的香味, 弥漫整个房间。 适量的干辣椒, 能够造成口腔的强烈刺激, 引发食欲。 加各种调味料, 翻炒10分钟。 全部装入砂锅, 稳火为止。 第二天早上, 大肠肥而不腻, 劲道弹痒。 浓烈的汤汁也被其他食材完美的吸收。 在当地, 流行这样一句话, 早上一碗大肠汤, 一天干活不用慌。 老曹大肠汤, 虽然在罗山县临山镇偏僻的街道上, 可是每天不到上午9点, 就能全部卖完。 这都得益于李秀云的好手艺。 刚卖完大肠汤, 李秀云就张罗着一桌丰盛的午饭。 今天, 是老伴曹永林的59岁生日。 每次做, 我自己做, 不要帮忙。 要是我老婆做过生日, 我们都不晓得在家里走。 累, 我们上手汤。 我过生日一般都在我, 都在家里。 大女儿离家最近, 今天回来祝寿, 大肠汤也是孩子们最喜爱的食物。 两个小时, 李秀云完成了十道菜, 这几乎穷尽了她的全部手艺。 而每次做先吃完的, 永远都是大肠汤。 家人的胃口打开, 才是最开心的事情。 她们就嫌不住, 特别是我妈, 在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一个女。 因为她, 医生嘛都比较操劳, 然后为我们儿女想的太多了。 一天八十万大肠汤, 一碗十元, 一年能挣五万多块钱。 身为父母, 一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子女过得好。 而作为美食的制作者, 食客们的肯定, 是对她最好的回报。 日复一日, 大肠汤的香味, 依然会弥漫在这个偏远的山村小镇上。 我平时呀, 是不吃大肠的, 因为总觉得它有点味道。 但是看了刚才的视频呀, 我已经有了想要尝试的冲动。 大家看啊, 它浓烈的汤汁, 丰富的配料, 再来点辣椒, 哎呀, 说得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可是光喝汤也不行啊, 得有主食。 嗯, 对了,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美食啊, 它可是喝汤绝配。 凌晨两点, 整个村子都在夜幕的笼罩下沉睡, 一声声鸡鸣划破了夜晚的沉静, 老梁家的厨房里也飘来了阵阵面香。 此时, 老梁和老伴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小麦, 这种人类最早种植的谷物, 在老梁的手中经过热力的催化, 已变得酥香爽口。 几乎每天老梁都要骑半个小时的车, 到小镇的集市上赶早急卖锅盔。 这种人类最早就要骑半个小时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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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望镇位于玉溪南的方程县, 属于南洋盆地的丘陵地带。 自两汉时期, 这里便以面食为主。 从三国流传至今的博望锅盔, 就是用本地盛产的东小麦粉烙制而成的。 勤劳质朴的中原人, 对面食的喜爱总是朴素而自然。 锅盔, 这种区别于馒头和烧饼的特色面食, 成为了他们的绝佳选择。 前一晚上和好的面, 要在缸里发酵一夜。 当沉睡的酵母君完全苏醒, 就能最大限度地幻化出锅盔的甘甜。 和面和加入配料的死面, 按三比二的比例混合, 揉制成锅盔的面胚。 我想让我也是外合, 慢慢时间都从内合。 死面的配料是老梁引以为傲的创新。 按一定的比例将白砂糖, 水, 鸡蛋, 香油, 加入面粉中和面。 这正是老梁锅盔好吃的秘诀。 四十多年来, 老梁一直坚定地延续最传统的制作工艺来烙制锅盔。 传统的农家灶台上, 放着两口直径约五十公分的大铁锅。 将擀好的锅盔饼分别放在锅上, 用小麦接杆稳火蒸烤。 为了保证锅盔受热均匀, 其中一口大锅中铺垫了厚厚的一层砂石。 这样的细致和繁琐能让出锅后的锅盔不焦不糊, 同时具有生面的颜色、熟馍的味道。 和面、揉面、擀面、蒸烤。 从凌晨两点半开始, 一直要忙到七点半。